我们学这部著作 一开始向大家报告了 是从异形开始 是从佛力开始 因为依靠佛力 不执着智力 仰仗佛力 所以我们学起来什么都容易 同学们学完往生论作 你再去看《无量寿经》 不管你看佛经什么经都容易 以前认为困难的 你现在看就容易 同学们认为学佛什么最困难 每个人认为的不一样 师父啊 发菩提心很困难啊 好不容易发出来了 很容易退呦 学完往生论作 很容易发 而且不会退 为什么呢 我们从佛力角度来看 我们在佛门里面 常常听人说 放下放下 师父啊 很难放下呀 虽然往生论作 我告诉大家 很容易放下 所以这部经典呢 叫《非常之语》 同学们有语言的话 能把它系统地学下来 你再从这部经的角度 再去学别的经 你有经历愿意学就学 没有经历老实念佛 你从这个角度看 什么事情都容易 原来认为难的都容易 从难入义 难就是苦啊 义就乐了 那叫离苦得乐 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是离苦得乐了 学了这部论呢 现前就能够让我们 离苦得乐 所以这个法门 这部著作 对于我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